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察金秀贤即将与卫分期播入婚姻殿堂 天光不作美 一场恶硬悄悄降人到了金秀贤的卫分期身上 冬季的晚上寒冷吃苦 金秀贤的卫分期驾车出行 汽车在路上出现了故障 金秀贤的卫分期不得不坐在车内等待救援 一个四五十岁的大叔驾驶一辆写着校车文字 汽车从路上经过 好心的劝说金秀贤的卫分期坐下车回程 大叔其实是一个变态杀人狂 金秀贤的卫分期浑南不知 被变态狂掠杀人 金秀贤还不知道卫分期死于非论 期盼着与卫分期结婚的日期到来 警方接到一个小孩的报案 小孩撑在野外发现了一只耳朵 警方赶到事发现场进行说服 其中一个警察在夜色下的草丛中 找到了金秀贤未分期的脑袋 金秀贤认出的死者是未分期 顿时如招雷迹 经历着短暂的悲痛之后 他向上街提出请假 案中查访了四个嫌疑犯 第一个嫌疑犯没有作案时机 金秀贤还是毫不留情重伤的嫌疑犯 第二个嫌疑犯也与金秀贤未婚妻死亡案无关 金秀贤再次暴咒第二个嫌犯一顿 第三个嫌疑犯正式杀害金秀贤未婚妻的变态狂 金秀贤找到变态狂的家人 打探变态狂的下落 变态狂继续作案 被一路追踪金秀贤活捉 金秀贤在变态狂的体内放入了定位膠囊 故意放跑变态狂 想方设法从身心和肉体上折磨变态狂 变态狂生命力极强 在金秀贤的放逐下经历的数次凶险 竟然肿容逢凶化妓 金秀贤失去了折磨变态狂的兴趣 把变态狂关进一间房子里面 固好机关把引线与变态狂的脑袋连在了一起 变态狂的母亲和儿子接到金秀贤的电话 来到房外拉开了房门 机关在房门打快的时候受到触发立即响应 变态狂当场被砸得伸手奋力 金秀贤通过监听耳塞听到了声响 新知变态狂已经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但她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机主思念无辜逝去的未婚妻 同时也在为自己的行为反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